眼前这个坐在沙发上 想要起身站起来都很困难的女人 许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萨曼莎 35岁的年纪 却有着880斤的体重 即便能独立行走 可肚子上堆积成山的肥肉 总能让她绝地崩溃 谈笑有红如 可普白丁 我是探索君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体重880斤的女人 为何越减越肥这件事 由于家里只有萨曼莎一个人 无人照顾她 也没人给她做饭 每天到时间就点外卖 即便从一米五的双人床上起来 都是件很困难的事 就算腰间的游泳圈狠狠地拦着她 也要义无反顾地去拿外卖 毕竟美味的食物是她唯一的寄托了 探索君只想说 这个寄托确实有点扎实了 一顿早饭居然要吃掉5个汉堡包 和15个肌肉卷 为了维持生活 萨曼莎吃饭时还会开直播 先给自己化个美美的妆 再把吃的东西放在游泳圈上 说实话 像萨曼莎这样800多斤的女人 还有这么好看的皮囊 瘦下来肯定会更美 而那些看付费直播的人 并不是奔着看吃播去的 而是单纯地想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 萨曼莎知道 一顿接一顿地吃 对身体的影响很大 可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 而且只有直播 才能赚钱点更多的外卖 你知道体重880斤的女人 为什么会越减越肥吗 萨曼莎从小就爱吃 体重暴涨 对于她而言 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 因为妈妈受不了 恃久如命 家家暴狂的父亲 在她七岁时选择了离婚 抑郁且不美满的家庭氛围 让她终日与食物为伴 没想到 离开了酒鬼父亲的妈妈 根本就没能力 把她和妹妹抚养成人 只好把刚逃离魔爪的两姐妹 又送了回去 彼时的家里 已经多出来一个后妈 一顿不吃饿得慌的萨曼莎 十岁时 体重已经飙升到了180斤 后妈担心她以后胖得无法动态 便禁止了她在家里吃任何零食 早已经习惯 一天吃十顿的萨曼莎 怎么受得了呢 于是一到周末 就跑去找妈妈改善伙食 妈妈无节制的溺爱 让萨曼莎走上了 一胖无腹反的道路 高中还没毕业 她就如愿以偿地 拥有了360斤的体重 被同学们孤立 她选择了退学结婚 很以为幸福生活即将来临 结果萨曼莎生下了孩子 丈夫就跑路了 理由是她太胖了 她也想过减肥 找份好工作养家糊口 没想到越减越肥 体重直逼880斤 一吃就停不下来了 结果工作也丢了 产后抑郁加失业失恋 刚好又碰上酒鬼附近 出车祸去世 萨曼莎暴饮暴食的坏习惯 是彻底改不掉了 你能想象880斤的胖子 管不住嘴 卖不开腿 能有多难受吗 萨曼莎每天的活动线 就是客厅卧室厕所 要不是真觉得自己臭的不行了 她也不会跑到厕所去洗澡 原本只有800多斤的她 每天还会洗一个澡 体重飙升到880斤后 酒肢暴四气 变成四天洗一次了 由于浴室空间太小 她只能坐在马桶盖上 一边用花洒冲洗 一边用刷子 左搓搓右搓搓 某天 妈妈带着妹妹和女儿 来看望她了 萨曼莎她意识到 家里只有她是个大胖子 突然间就想通了 不想再过这种管不住嘴 还卖不开腿的痛苦生活了 打算去休斯顿的医院减肥 可她不会开车 也不能坐飞机 就只能麻烦美国的消防员 上门取货 把她从科罗拉多州 快递到休斯顿去了 还真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萨曼莎有严重的肾结石 如果再不减肥 突然间的胃痛 加尿失禁 将会伴随她直至死亡 冰膜缠身 导致她暂时无法做胃切除手术 医生要求她按照健康食谱吃 在两个月内减掉230斤 才能给她安排手术 结果管不住嘴 卖不开腿的萨曼莎 直接就自暴自弃了 横竖都是个死 还不如做个保死鬼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关注探索军 每天下午5点 准时探索新知识